今次這間屋的設計 整間屋的出發點都是為了一隻草蜜而設的 就是一隻三歲的柴犬 它的主人很疼愛牠 所以我們就度身訂造 做了一隻狗仔門 讓牠可以自由地出入 來到這裡地台有一個廳 讓牠可以增進房間 由於狗仔不可以跳得太高 所以我們就加了兩級樓梯 讓牠容易上落 另外我們加了少許狗仔腳印 用來敷衍主題 當主人出了門口的時候 狗仔很喜歡在外面走進來看風景 由於這個客人床沒有加到的Headboard 所以我想做少許特別的效果 就加了一個Beacher Wall 這個單位的客人需要大量的儲物 而正正因為這個樓底夠高的優勢 我們就建議他加了一個地台 在地台中間有一個升降台 升降台開了出來 就用來作飯台之用 在這邊有一排的儲物櫃 當中包含了電視櫃 和電腦桌 拉了出來之後 這裡就變成一個小型的工作間 在這裡是一個班桌 一邊就用來做儲物 另一邊就可以讓牠們吃個早餐 在這裡是狗仔專用的吃飯位 可視頻檢查一下 更美味才能吃到 豬仔也有一個小型的食物 在這裡有很多牠們吃個早餐 要吃必須的 因為牠們會吃完夥 小朝夕 有想放很久 來買桌 你們就想我們負責 我會由你們 iera感謝,我會變成太多目的